科技天然又環保 最新獵奇洗蟹小物大公開 上一集啊 我們要介紹卸妝洗臉的小物 因為我們畫家太多了 所以呢 我們就只好分第二集 那上一集呢 就是專門介紹沾水 就可以無限循環使用的卸妝精 那如果大家想看的話 就在這裡 請點這裡 那這一集呢 我們就繼續 我們上一次未完成的話題 那我現在要來介紹一個 單張使用的 我覺得其實就是用完即丟 可是大家不要跟我說 這樣不環保 其實沒有喔 就是用完一張就丟的卸妝精 現在也超流行的耶 我先問你 不過我先問你Zoe 通常啊 你出國 如果在飛機上 如果是那種長途的 那種十幾個小時 要過夜的 你會卸妝洗臉嗎 我忘記了 我已經一年沒有出國 我已經沒出國了 對啊 其實我也是很久沒出國 可是因為我自己的個人經驗 因為我是那種常常有 然後飛到巴黎出差那一種 那種旅人你知道嗎 我都是去巴黎那種 對我都去巴黎 我都去巴黎 你知道嗎 去巴黎呢 就是通常都是那種 11點12點的飛機 長途 對 一到一上飛機呢 好我就差不多要準備卸妝洗臉了 可是大家可能想說 那你幹嘛要化妝 對不起 本人就是美容編輯出門 就是要化妝 所以上了飛機之後呢 當就是飛機開始安定之後 我就開始卸妝洗臉 我覺得每次去飛機上 卸妝洗臉都很痛苦 超痛苦 你知道嗎 就是在衛生上先背頭 把那個頭髮都夾好 對 開始把我的小小型的卸妝油洗面乳就帶著 然後呢 就開始進那個狹小的集倉 雖然本人有時候偶爾也是被升級到商務艙 可是那個廁所 畢竟還是跟家裡浴室比起來有差這樣子 對 然後就開始卸妝洗臉 我就是那種很 又這樣很堅持 一定就是一個步驟一個步驟慢慢來 所以是先卸妝好卸妝 啊油啊開始滴啊對不對 弄完之後開始洗臉潑啊潑啊 然後再拿布擦 結果臉洗乾淨了 結果你知道怎麼樣呢 那個飛機艙那個廁所滿地都是水 滿地都是水 然後旁邊都是你知道 都是一些洗面的東西 我弄完之後呢 就開始拿那個飛機上那個乾紙巾 濕紙巾就開始擦地 一步環保到了極點 我就開始蹲在地上開始擦地 如果那時候如果有空姐闖進來 你想說這人是什麼 再幫我打掃環境 因為你知道 我們還是有公德心的 就把這個場地弄那麼濕之後 一定要把它擦乾淨 所以我覺得每次就是要去過夜 就是在飛機上面卸妝洗臉真的很痛苦 對 而且你忽略到一個 如果有一些亂流的時候 對 我還要 就這樣一個全部都要馬步啊 對對 就靠在後面的牆這樣子 或者是這時候空姐說 欸現在就是有亂流請大家回座 我想說那像是怎樣 所以我在 然後另外 就很麻煩 對很麻煩 然後我這個痛點 我有跟朋友分享 我朋友就說 現在有這種卸妝巾 我真的就是 這個卸妝巾真的是超佛心來著的耶 這兩個品牌其實都是MIT 我們台灣人 對 我們台灣人發明的品牌 我覺得真的滿好的耶 這個賀茲布啊 它其實為什麼要叫賀茲布呢 因為它就是取自於英文那個 herb 草本 對 很天然 它的這個材質是天絲綿 是一個環保的天絲綿 所以它就是丟到垃圾裡面 它可以隨生物分解 它會分解的 對 那它這個卸妝巾呢 它裡面啊 其實有加了一些就是洗料 卸妝洗人的一些顏料 然後用那些顏料 跟這個天絲綿打成薑 再把那些洗顏的顏料啊 一些水啊 把它攪拌成一起 然後呢 再把它快速烘乾成一張 像這樣子的布一樣 哇 也太費工了吧 對 它其實你不要看它簡單的一張布 可是其實它就是可以幫我們卸妝 那因為它是可以隨生物分解 它也想要做到環保 所以它裡面的洗劑就是用的非常非常的少 那它就是可以達到卸妝的效果 而且我用它 其實它裡面加了一些洗劑 可是它不會有什麼泡泡啊 感覺好像哇 一直產生一些 這是沒什麼感覺的 對 要不要來試給大家看 比方說它近視應該就很簡單 然後拿起來 它其實就可以進行一個卸妝的動作 對 不過一般人啦 像你有時候畫雜誌 妝是真的滿重的 那種很重的 那真的是沒辦法啦 一般年輕漂亮的妹 皮膚好又年輕 其實淡妝就很迷人了 用這個卸其實就夠了 對 好 從上面就是開始用 然後 對 上面就是先 先就是這樣用 嗯哼 對 輕輕的 直接實測擦一下 對 這是第一次嘛 對不對 然後呢 邊邊這邊就是也是口紅 嗯哼 好 第一次 然後這樣用完對不對 我就把它折下來 啊是不是這邊還就是這個 真的沒用 對 然後我就再拿這個再 擦 擦 其實欸 掉了 欸 掉了 已經沒了 對 掉了 喔 我這個是防水的 喔 比較難卸 對 防水的喔 嗯 除了剛剛那個賀茲布 最近也新出了一款這個 純淨佳 他們自己也出了一個這個 這個卸妝布 那幾乎感覺是還蠻像的 只是我們仔細研究了發現 你知道我本人又是 秉持著研究的精神 它上面的這個天絲棉 這個布的這個織法 其實是有點不一樣的 像賀茲布啊 它是屬於這種平行的織法 就是它就是比較 比較平整一點 方向是一致性的一個 像是圓形嗎 對 反正就是這樣平 它是一種平行的方向 單一方向一致性的織法 那它標榜 因為是這樣子的織法 所以它的這個紙張 其實是還蠻容易拉的 就是它能夠就是 用力拉它都不容易斷裂 是不是還蠻有彈性的 對 因為它的那個方向是一致的嘛 那另外呢 這個純淨佳的這塊布呢 它其實是 上面的紋路是比較是屬於 菱形紋 菱形紋 那菱形紋就是說 它就比較容易把那個皮溝 可以幫我們 深入我們的皮溝 把那些 就是擠在皮溝的那些彩妝啊 一些烏垢把它洗出來 所以就是兩張布 目前就是我大概看到 不一樣的地方 它還加了蘆薈 就是說它等於是洗完之後 卸完之後 不會有比較乾燥的感覺 真的 真的 真的齁 就是比較 比較有一點保濕的效果 潤潤的 我覺得這個也還蠻不錯的吧 我們剛剛講完啊 就是你還必用的卸妝 那卸完妝其實還是要洗臉對不對 要把臉洗乾淨比較好 一般人可能就是洗臉 就是要用洗面乳啊 洗面膠之類的 可是現在這邊也會有一些 就是不用任何的洗面乳 或是洗面膠 我們只要用一顆簡單的 這是什麼你知道嗎 蒟蒻 用蒟蒻就可以用來洗臉囉 這個是不是非常的神奇 對啊 你應該沒有用過吧 還是你有用過 這個我還沒用過 其實它就是百分之百天然 這是一整顆的蒟蒻 用蒟蒻來洗臉 那這個是在我手邊 這個是新型 是一個乾燥的蒟蒻 當你買來的時候它就是乾 真的好硬 很像那個絲瓜 很重 很洗臉的 很硬耶 真的很硬耶 它很像就是乾燥的菜瓜布 對 菜瓜布 就是乾燥的 絲瓜布 絲瓜布 然後這是乾燥的 然後這個是泡過水 它就軟化了 而且種好多 對 種好多 你知道什麼是蒟蒻嗎 我當然知道 它是減肥的那個魔芋啊 對 減肥 其實蒟蒻它就是一種草本的植物 它就是 它是一種植物呢 它就是每年喔 大概是溫度只要低於20度以下 或者是到11月秋冬天之後 它就開始冬眠 當這個蒟蒻冬眠之後呢 它的這個精就會開始慢慢的肥大 所以這個其實就是蒟蒻的精的部分 像這個蒟蒻啊 它其實裡面有97%的水分 跟3%的蒲乾聚糖 你不要覺得說 天啊蒲乾聚糖 又來了 又來了一個生冷的名字 對啊 其實蒲乾聚糖啊 它裡面就是 就簡單來說 它其實就是一個天然的膳食纖維 在使用這個蒟蒻海綿 在按摩的時候呢 幫我們去除臉上的一些老肺角質 但是一開始它就是泡在水裡 你要給它一點時間 對 因為它會吸收非常多的水分 對 它可以 沒錯沒錯 對 然後它就是 你拿起來的時候啊 會覺得有點滑滑的 對 滑滑的 就是因為它一碰到水 就會產生那個 一點點那種膠質 對 黏黏的感覺 對 那這個膠質呢 就是能幫助你皮膚呢 不要那麼乾澀 對 它的這個 就是這個蒟蒻聚糖裡面的 天然膳食纖維裡面 就是含有一些 維生素啊 跟礦物質 真的是我們皮膚蠻需要的 所以呢 不要以為它只是加了水 什麼東西都沒有 其實它裡面還有一些營養成分 可以幫助我們的 就是一邊在清潔的過程當中 一邊再補充一些養分 對 我覺得還蠻不錯 我自己有使用過耶 就是洗臉的時候 就是這樣子 輕輕地按摩 我覺得這個動作也蠻可愛的 就是這樣子 就是在 不管你可以用平面 或者是這個 凸起來的面都可以 就是不斷地在輕輕在臉上 慢慢地按摩 所以你現在已經是在分享 怎麼使用了 對 因為我就是前幾天都在用這個來洗臉 就是沒有加任何的洗面乳 你就直接用清水 你就這樣按摩按摩 對我就覺得說 其實 尤其是我覺得 它不用清水 我覺得可以洗得蠻乾淨 可能是我前面的卸妝做得蠻好的吧 對 然後用的時候啊 像正方剛剛第一個手勢就是這樣嘛 又錯了嗎 或者是就是這樣按摩嘛 對不對 大家都會就是這樣想 但是呢其實我們臉啊 如果啊 你在還沒有洗臉的時候 對不對 你的臉是乾的的時候 除非你的臉已經是濕的 對 你就想像自己拿著一個 美妝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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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上美妝蛋的時候 我們不可能一拿著 美妝蛋就這樣拉吧 不可能 對不對 對 我們都會先這樣彈彈彈彈彈 這也一樣的道理 我們先把這些水分先 彈在臉上 彈在臉上 對 讓自己舒緩一點的以後 再開始 因為臉上都已經 平均充滿了水分 再去做按摩 對 對 所以這是一個技巧 因為你剛剛說到那個美妝蛋 我聽說這個 這個 Not Just A的這個創辦人 他其實洗臉啊 都用這個蒟蒻海綿化妝 他自己都說 也是在用那個 Beauty Blender的化妝 美妝蛋 他可能就是 對啊 敏感來源 對 中情於Q彈的東西 對 這兩個其實都是蠻Q彈的東西 對啊 美妝帶也是啊 那另外他這個 Not Just A的這個 蒟蒻海綿 他其實有分很多不同的 應該是說不同的味道 不同口味 對 那他有一些什麼 加了火山泥 或者是加了一些綠茶 可以抗氧化 然後呢 其實大家都可以去做選擇 我覺得你可以選擇一個 自己喜歡的東西 每天在洗臉就是心情很好 嗯 最後啊我要介紹這個洗臉小物 是這個 登登登登登 這個牌子啊 我大概在幾年前 在飛機上 又提到飛機 飛機購物上面 我就有看到 很流行的洗臉儀耶 洗臉機 對你有用過洗臉機吧 哪裡有啊 所以你知道 大家應該都有用過洗臉機吧 當然有啊 可是洗臉機 跟我們想像的洗臉機 真的是差個十萬八千 對完全就不一樣 對啊 因為洗臉機主要是 就是以前用的那個 克萊莉 克萊莉 對 克萊莉曾經紅吉一時耶 他就是用 他就是有點像那個 就像電動牙刷一樣 電動牙刷 對電動牙刷 他是用超音波震盪 然後呢 就是用來洗臉 那重點是 我覺得他有點麻煩 就是 他要不斷的換刷頭 克萊莉的逝去 就是克萊莉其實像目前在全世界 這個牌子已經收了 對 我們就哀悼一下這樣子 就是說 就是他真的是白白了 不過大家不用太難過啦 就是有新的可以用 對 但是其實你看 我們從頭到尾都討論到 皮膚是有多脆弱 就是臉的皮膚喔 對 因為你看我們身上的皮膚 還可以用那個什麼 絲瓜布啊 什麼粗 都不會怎樣 但我真的是曾經就是有 洗的就是 不當的用法 所以洗過頭了 導致我整個 對 結痂 結痂 他就會洗那個小傷口 然後我就這邊 這邊和這邊 嗯 就是過了一兩天以後 就真的上面有小痂 天啊 有隱形傷口 對 你不知道他結痂你才知道 對 所以我才是 就會比較去 care這個 力道啊 或者是摩擦力的這個問題 難怪你剛剛就是 第一集 大家要看看這邊 就是要看一下 就是 怎麼洗臉真的很重要 對 就是到底 彩妝要洗乾淨 然後洗臉要把它洗乾淨 又不能洗得太乾淨 又不能卸不乾淨 又不能卸得太乾淨 又不能卸得太乾淨 對 所以我們就回到這個 我們剛剛說的這個 今天的這個重頭戲 對 就是Forel的這個洗臉儀 它真的跟一般的洗臉機 我們想像中 刻板的洗臉機長得不一樣 因為它就是一顆圓球 對 矽膠的刷頭啊 其實就是一直使用 你完全都不用換 那其實它 因為它這個其實在2013年就創立了 所以它其實歷經了三代 那台灣今年引進來 其實就直接引進第三代 最新的 對最新的 然後它就是如果你第一次使用的話呢 你就要打開你的手機藍牙 讓它做一個配對 配對之後呢 其實如果你覺得很麻煩 其實你就不用管它 就是因為它連結啟動之後呢 你每次使用時 只要按這個鈕 它就可以打開來了 那App要幹嘛呢 就可以去設定 它可以設定一次洗臉60秒 或者是一次洗臉120秒 或者是它震動的那個大小 因為它也是利用 跟那個洗臉機一樣 是利用超音波的震動 大概一分鐘可以震動8000次 那我手上這一支 就是我自己的Mini 3 就是它們最經典的系列 就是它兩面都有這個矽膠的毛 你可以不用換 那它其實還有另外兩款 是一個旗艦款 就是比較大 跟一個這個你看超級小 對啊 迷你隨身版 對 就如果你就是外出也可以方便攜帶使用 那旗艦款它前面其實是刷毛 它後面你看長得不一樣 對啊為什麼會一條一條的 它其實都是導入 我還沒看過這個 對啊我也還沒有看過 因為我只有擁有這個 最新的 對最新的 它這個另外一面它是導入儀 對導入的 所以說如果你擦了一些 等於說它這面洗臉 這面是可以用來做導入 如果你有些精華液你可以 因為它是超音波嘛 就按摩 對可以把你的保養品導入進去 那它的這個旗艦款 跟它的這個小板 其實後面都是導入儀 像我自己使用啦 就是因為已經跟APP連了嘛 我打開 那我先來打開一下 好 它就有震動的感覺 你看 就是震動的感覺 而且它是溫和的震動 對很溫和的震動 那它其實還滿智慧型的 它就是比方說如果我設定60秒 一次洗臉60秒 它就是分四個部位 你可以先在額頭 右臉 下巴 梯子跟左臉 這四個部位 它在震動的時候 你可以感覺到 它震動完20秒 它會有點停頓 你就知道要換部位了 對 然後呢 然後它又換了 然後就換了部位 所以你只要依照它震動的那個指示 你就可以把它連洗乾淨 對 就是你也不會錯過任何一個細節 對 沒錯沒錯 聽說它充電一小時 可以用300次 對啊 這樣出去外面就不用 一直帶著那個充電器 對 然後你知道他們公司的人說很誇張 就是在國外啊 因為它就是充電一次可以用300次 所以它下一次要充電的時候 可能是半年後 充電線不見了 就不見了 因為沒有在充電的啊 所以呢 小提醒 充電器好好保管 對 你知道 你知道怎麼樣 後來呢 就大家第二次要充電的時候 因為沒有了 就跑去櫃上再買充電線 結果呢 所以他們就想說 造成一堆人在買充電線 這什麼道理 所以請記住大家 就是充完電之後 當然可能半年之後 才會用到第二次 一定要把電線收好 要不然 你可能要到處找充電線 這也是一個蠻惱人 想說 我要用 沒電了 怎麼辦 可是它真的很強 因為我覺得它是可以續電那麼久 對 是一個很好的一個 可能是它就是機型做得很小吧 對 這就是我們今天講的一些 就是洗臉小物 雖然這麼多 可是Zoe也真的講得非常清楚 謝謝 對 今天應該沒有太兇 或者是對你不敬之類的吧 我覺得這整場都非常和諧啊 對啊 好啦 那我們今天如果你還有什麼其他關於彩妝保養頭髮的問題 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 我們下個禮拜五再見 掰掰 掰掰